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6月19日 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近日 有多名加拿大籍的香港人 特意从温哥华回香港 他们在香港各处示威 足迹遍布了中环、湾仔和东铁的大学站 他们控诉中国著名地产商富力地产 在珠海横琴开发的一个楼盘 存在着诈骗的行为 这帮大湾区府主又指责著名原学家麦玲玲 有份代言诈骗楼盘 又算错风水地 麦玲玲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 大叹无辜 他澄清从来都没有做过楼盘的代言人 更加没有帮楼盘看过风水 他当时只不过是接受邀请 出席楼盘的讲座活动 分享基本的风水知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那帮加拿大籍的香港人 回流回香港示威的情况是怎样 他们示威的范围都挺广泛的 在中环、湾仔 甚至乎是东铁大学站的出口 都见到他们的蹤影 而且多数他们都是散兵游泳 大约三个人 就搞一场示威的活动 他们在示威的时候 往往就会举起一些标语环额 有了Banner 拉开了 至于Banner上面的文字 其实就跟他们当日 在温哥华示威的时候的标语 一模一样 都是说 某银子经勋章的得主 诈骗港人二十亿元 惨 接着又说 中大校友李某某诈骗二十亿 投诉无人理 另外又有几条Banner 是针对麦玲领的 包括就是 麦玲领算错风水地 原来是诈骗楼盘 另一幅Banner就是 麦玲领代言 负力诈骗楼盘害人 反正他们就 红色大字 周围示威 很抢眼的 星岛就访问了其中一个 大湾区辅主 叫做劳湘 Lambert Lowe 劳湘是辅主 哈哈哈 他就 哇 不断向记者大套苦水 实际他们 较早前 在温哥华的列治民时代坊附近 聚集 示威过 现在回到香港了 劳湘解释 当他们计划收楼的时候 才发现 期待已久的安乐窩 货不对板 实际上不能够做自住用途 他们买的楼盘就是 富力优派在珠海 随后 劳湘就向律师查询 律师告诉他 你所购买的单位 是位于保税区 不能够作为住宅用途 最多是只能够用作办公室 劳湘听到之后 哇 十分岳然 因为他附生的血汗钱 都没有了 更加租高的就是 根据中国法律说 办公室物业禁止用作居住 劳湘就说 哇 当时在香港的展销会上面 发展商就拍了心口 说一定可以入住 哇 现在自治物业不能入住 简直就是天荒夜谭 劳湘就更质问了 我想知道 如果珠海市政府 清楚这个地区是保税区 为什么还会让富力 在这里开发住宅单位呢 为什么香港的报纸一直都报道 说这个是住宅用地呢 这个模拟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这位劳湘和部分的苦主和路人 就动身回香港寻求帮助 他们打算要前往富力地产总部 净座抗议 好了 劳湘在抵达香港之后就说 有些受害人已经对公司提出了诉讼 但由于问题有复杂性 这群受害人最终被判败诉 或者是无法推进案件 故此我们希望透过今次集会 能够引起关注 为我们讨回公道 同时也希望能够警醒其他人 在购买大湾区的楼房时候 要谨慎 以免堕入同样的陷阱当中 第一 我认为这个劳湘 说一点不说一点 他说有部分受害人 已经提出了诉讼 问题就是究竟他在哪里提出诉讼呢? 由于他们签这份楼宇买卖的合同 是在大陆签的 故此他们应该在大陆 尤其在珠海市 提出相关的诉讼 才是最恰当的 在香港提出诉讼 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香港和大陆 是属于不同的司法管轄区 故此究竟那些所谓受害者 第一 在哪里提出诉讼呢? 在大陆还是香港 他没有交代 其实在香港示威也是愚蠢的 帮不了你 应该回到珠海维权才是对的 第二 他希望透过集会 示威引起关注 为自己讨回公道 究竟他们有没有向警方申请 什么集会 或者示威呢? 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 就是说 你经常在香港搞集会示威 根本上是不对提的 正如我所说 你应该回到珠海维权才是对的 你在香港搞集会示威 其实无非是想 把波抛给特区政府 想特区政府出头 帮这些所谓大湾区府主 拿回公道 其实公不公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富力地产肯赔钱给他们 有什么公不公道呢? 多余了 追钱就追钱 杀赔就杀赔 第三 他就说到好像 很大爱 很为人着想 希望能够借着集会 警醒其他人 在买大湾区楼的时候 要谨慎 老实说到今时今日 还去买大湾区楼的那些 万一真的出事 都抵抗他了 至于其他市民 神祖都省了 还买大湾区楼 用不需要通过你的示威 来去警醒人呢? 好了 我们再看下去了 接着这位卢先生 就开始指控那些 帮楼盘代言的明星和名人 其中一个就是麦玲玲 麦玲玲有就着这件事件 来作出回应和澄清的 据H101所说的 麦玲玲的回应就是 唉 我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代言人 也没有帮过楼盘去看风水 当时我只是接受邀请 出席楼盘的讲座活动 分享基本风水知识 其实年中我都推了不少商业活动 尤其是地产集团的邀请 通常要有差不多的认受性 才会考虑 即使不是做代言人 都会尽可能了解一下公司的背景 但是他们之后的销售手法是怎样 我就真是控制不了了 不过我都很明白小业主的心情 他们真金白银买楼 收楼出现问题一定是惨的 加上很难找到发展商出来对质 投诉无门的心情 我都很理解 希望内地有关部门正视问题 协助辅主解决困难 期望发展商早日和业主解决争 我日后都会更加小心 选择楼盘活动 这就是麦玲玲的回应 他肯定是和富力地产 甚至和楼盘或清界线 就说不关我事 我没有代言 我去出席一个活动 分享基本的风水知识 不关你 好了 那个卢生 大湾区辅主 他特意拿了一份 全版报纸广告出来 这份广告是富力优派广场的楼盘广告 这个标题是写着什么呢? 一麦相成 首选优派 麦就是麦玲玲的姓氏 麦 里面有写了很多文字 其中一句就说 朱海富力优派广场 香港专场的销售推介会 特为大放送 凡在当日成交的客户 都可以获赠全屋品牌的家具和家电 右下角 有麦玲玲的肖像 拿着通圣 笑着看着镜头拍一张照片 摆在全版广告上 我真的想请教麦玲玲 当日你出席楼盘活动 什么分享风水知识 肯定有收钱 我不相信你没有收钱去做义工 至于楼盘做了一份广告出来 地产商在报纸里印的 卖了广告 你是否知情呢? 而那家地产商 有没有向你支付费用 告诉你 有全版广告要登上你麦玲玲的照片 有还是没有呢? 这些是要解说的 你说没有帮楼盘代言 但是客观效果来看 你就是在帮楼盘代言 别人的楼盘去搞销售活动 你走到那个活动里面 分享基本风水知识 虽然你没有直接叫别人 你买楼吧 你买楼吧 你没有这样说 但是 摆得明是人家搭个鸡棚出来卖楼的 又邀请你去出席活动 美其明就说分享风水知识 实际上 就是借着你这帮名人的效应 来去吸客 我相信你麦玲玲堂堂一个著名的原学家 没理由不清楚 你出席这个活动 是会引起一部分人 诺达这个效果的 你没理由不知道 要不然请你麦玲玲去做什么呢? 他不请一个卡拉苏阿卖阿兽去 分享风水知识 要请你鼎鼎大名的麦玲玲 所以他的解说 不是很选通的 更何况人家的苦主 拿了一份广告出来 就是你有份卖广告 你是否知情 记者朋友可以问一下他 再追问 对吧? 那个卢先生怎么说呢? 他说不满麦玲玲 发表这些什么免责声明 因为楼盘广告上 很明显是写着一脈相成的 还有整版你麦玲玲的个人照片 如果没有得到你当事人的同意 试问又怎能够刊登出来呢? 其实奴相这个质疑 我又觉得是对的 除了麦玲玲之外 傅力还找过哪些名人 明星出席他们的宣传活动呢? 有郭俊安、杨思琦、李承责等等 所以有不少名人 有份出席这些活动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奴相 他有什么的见证 他指责发展商 以三大推销圈套 引一群苦主落答的 他宣称在温哥华 有超过两百人受骗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 加值香港人来的 部分更加被握光了 整世人的积聪 他提到了 傅力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 在尖沙咀海港城举办展销会 推销在珠海横琴的地产项目 大部分苦主都是在这场展销会落答的 横琴又靠近港澳 是大湾区重点发展区域之一 但售价却是相对容易负担 只是香港类似单位的一半 而且从香港到横琴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也是当时他决定购买的原因 我认为这些说法 无非是事后帮自己回头 一小时车程 香港去横琴一个小时 你从哪里开始算起 你从人工岛 港珠澳大桥的口岸出发 算起 都去不了横琴 在港方口岸 驶到澳门已经半个小时了 澳门又要驶到珠海过关 然后珠海又要再去横琴 一个小时才可以站 这些所谓的小时生活圈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找路趁的 你从哪一刻开始算起 对不对? 我的看法就是 你要从出门口那一刻开始算起 如果每次都说 要在口岸开车那一刻才算起 那就算起来也无谓了 实际上所用的时间 是远远超过一个小时 另外 他说到自己买这一层楼 就因为价钱相对容易负担 那他是给多少钱买呢? 是210万人民币 买入了一个单位 面积是848尺 他什么时候买的呢? 2019年7月底的时候买 即是当香港人如火如荼 走上街头示威抗争的时候 他就走上珠海买楼 买大湾驱楼 这个就是奴相了 说到最后就是无非贪便宜 你觉得这一层楼是有很大的升值潜力 所以你就买了 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你作为一个 住在温哥华的 家籍港人 你买一层这样的珠海横琴楼 做什么呢? 你很明显就是投资嘛 是不是? 坦坦白白 别人坏了就说 我买人是养老的 养老鼠也有养老鼠 对不对? 你好地地在温哥华 又拿退休金 又成你不在加拿大养老? 走回去珠海横琴那里养老? 老鼠也有 好了 他说第二个圈套是什么呢? 就说发展商以相对便宜的定价作招来 但是其实很多苦主 对大陆的房地产缺乏信心 本身就是持保留的态度 不过 当大家看到 哇 有这么多名人 走去做全版的报章广告 又是麦玲玲 又是杨思琦 内容又声称项目的楼底又特高 又适合办公自住 又适合投资 说到还说是大湾区的核心双圈里面 所有的疑虑马上一掃而空 因为麦玲玲是知名的堪如学家 杨思琦是前港者冠军 看到他们的代言 大家就将对两人的信任 投射在发展商负力身上了 怎料最后货不对版成为苦主 那这帮代言人在事件中责无旁态 我的看法是怎样呢? 第一 这帮代言人当然是责无旁态 你不能收钱去卖广告代言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 产品的成效是怎样的 又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好好了解 透切那件产品是什麽本质 总之呢 有人扣够钱给你 叫你去拍一辑硬照 或者出席一些活动 那你就照待了 这些是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你是害了人的 你是在利用其他人对你的信任 来赚了这些钱 所以有一个艺人 我是很尊重他的 那叫吴曼达 他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过 很多大陆发展商找他 去做地产项目的代言人 他都不肯制 因为他怕害了人 这些就是有骨气 有原则 有钱他都不赚的 因为他怕害了人 但是有些人又不是的 总之别人叫你去你就去 但是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你这帮做所谓大湾区苦主的 置身也是有责任 你就不能够 坏了的时候就抵赖 你麦玲玲又做代言人 你杨思琦又做代言人 你不懂得自己用一下脑子 是不是? 喂 有一个公众人物 名人 明星去代言 就代表那件产品 一定是有成效 一定是好的 喂 你知不知道广告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为了促销 他当然是赚到那件产品 天上有地下毛 难道踩到他变屎饼 踩到他变地底泥 正常人去看广告 他都不会相信到十足 上边写些什么 他自己会打折扣的 是不是? 你信到十足? 你去告诉别人 他自己也没有反省过 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上 是不是发展商最大责任 我认为是 但是有时候见到这些苦主 坏了的时候 賴三賴四 我也看不过眼 好了 盧生还说到什么呢 他打算用法律程序 不过 由于他买的单位在大陆 尽管在香港销售也好 也不是属于香港的司法管车范围里面 更何况他签署这份 富力优派刑购书的地址 就是位于珠海 他说整个购买流程 好像是跨境天仙局 有目的避开所有香港法规的监管 他还向记者展示当日签署的那份认购合同 上面明确写着他买的是公寓 我就不会否定盧生说 这是什么天仙局 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不去讨论这件事了 问题就是他明知道香港 没有办法管车这件事 因为大家不同司法管车区 你买的单位也在珠海 你签合同的时候也在珠海签署 那整件事 是不是应该放在珠海提出申诉呢? 你要维权是否应该回珠海呢? 所以我为什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就质疑这班所谓的大湾区府主 你又在温哥华那里示威 又在大陆驻温哥华的领事馆那里示威 然后买机票回香港 又在中大 又在湾仔又在金钟那里示威 又在中环示威 你示威是什么呢? 是不是? 这班人其实示威的数字是不下十次的 一会儿又去申诉专员那里示威 左搅右搅 其实你明知道在香港 石头炸不出血来 这件事不是在香港搞的 你要搞是否应该回珠海搞? 我认为这班人的如意算盘是怎样呢? 他想着在香港引起了一个舆论的压力 就逼使特区政府 要为这班所谓的苦主来出头 因为他们也知道 如果拿回到大陆那里的维权 或者在大陆法院申诉 都是只剩下的 于是他就在香港搞 不然你解释不了这班人 为何明知道在香港搞来搞 他都没有结果 他继续在香港搞 你是不是要逼特区政府理你了? 帮你出头了? 那李思廷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 不是你在香港搞来干嘛 但是他们是心知肚明的 在香港就算你告上法院也没用的 这层樓是大陆来的嘛 签约又在大陆 那你在香港告 你不要在温哥华那里告 你明知道是没效的嘛 这件事 明知道没效都要做 那他一定是有其他界外的效果 就是要逼特区政府出头 我不认为特区政府会理解这班人的 其实是这班人搞来搞去的 他们打算复制军事 有一班在汇丰前面 不断示威又睡街的那班 雷曼虎主 他们想复制经验 不断死捉拦住 但我认为是不会理解你的 更何况 在现在的社会氛围下 没有一个政党会帮你说话 对了 对了 所以他们自己拿来 这些钱你当交智商税也好 当跌了下海也好 我劝这班人 到最后不要这么执着 否则真的含着口怨气落棺材 我不认为他们到最后可以追涂 追涂得回 才是负力业绩又差 销售又下跌 而且我要提醒在英国的益友 负力其实在伦敦有几个地产项目 大家看楼买楼的时候 要谨慎选择 有哪几个呢? 我看到大陆一个观察网 报导说 伦敦有一个叫做19M 一个叫做Vorsal Square 都是位于九余树地区 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隔离 尤其是什么Vorsal Square 卖广告卖得好行 所以大家要谨慎 背后就是负力的项目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High Growth Tower 在哪里呢? 在伦敦南部的Croydon 如果大家要买房子 要谨慎一点 这是大陆的发展商 那些海外项目 反正怎样都好 到最后这班人 我认为都是只有吉 但是他们当然 有他们自由去示威 抗议 甚至乎是申诉的 祝这班人好运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